他有特别强调AI本质上就是机器人 而且这个会是一个最大一场的工业革命 那当然我们都知道说 其实那个工业革命在之前 就改变了这个全地球的一个样貌 所以当然我觉得某种程度上面 这个也代表就是说未来机器人 它也会改变大家现在所理解的一个世界 因此他也谈到说 未来这个世界当中会有两种的一个AI 对一个叫做理解讯息世界 这个是AI智慧体 其实现在大家在用的 你用个什么确认GPT也好 或者说大家那个语言模型 对我是把这个文字丢给他 把问题丢给他 然后他回答你一些这个问题的答案 这个就是所谓的讯息机器人 对没有错 对那另外一个就是理解物理世界 这是实际的世界 那当然用的就是实体的AI机器人 他说的人形机器人 不管是协作式的 对不一定是人体 那简单讲就是说 因为我就是用在实际的那个 我们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环境当中 这就是应用在物理的一个世界 那他特别有谈到说 未来将有数百万 甚至是数十亿个AI的智慧体 协助人类完成任务 满足各种的一个需求 那未来人类同事 不只是人类 那会实现超人式的人类生产力